我們在尚尉 民主我們本土交開 我們2019布施烙境記者會圓滿成功 我們烙境活動 我們台中南電共的基盤 這個白米 這個氣候烙境的活動 所以這次的活動 正有意義 第一點 我們主要的目標 就是總值 第一就是要公益愛心 第二個 我們要講的就是要珍惜惜福 我們來講公益愛心 每一個人都有靈敏的心 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情若是 第二個 就是我們要惜福 這次的白米布施 雖然布施給所有全國的弱勢族存 當然 遙境主要是在台中市 東區 南區 大理 和太平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布施沿路 都有百米的 有祭拜的 我們都會壓百米 來給大家截延 我們沿路 從東區開始 南天宮出發 我們當天有起價 我們當天有起價 這個大典 這個大典 那麼第一站 我們到了這個建國市場 這個做定點的布施 第二站 我們到行修宮 觀地廟 做定點布施 第三站 我們到大里 這個圖城國小 我們做的也是定點布施 然後第二天 我們到大里運動場 做大型的定點布施 那麼當天下午 就回家 把這個活動做圓滿 那麼希望大家 能夠來共襄政局 發揮公益愛生的精神 也發揮我們 觀衆地圈 忠義 十倍 救人的精神 希望大家呢 多多的熱誠來參與 今天有專隊的圓 一頂住身佩健康 今天可以參與 他也第一次走出來 我說來大里運動 我跟市長 在那裡 在府政 成城 可以盡量幫忙 可以幫忙做完完 成功 老爺 公債 讓需要幫忙的人 他覺得很快樂 很幸福 很感恩 哎呀 現在我們都覺得 唯善要育人之 這叫拋磚引玉 我們也希望呢 能夠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讓更多更多的善心單位 善心人士 甚至是宮廟 一起來共襄盛舉 我相信台灣的社會會 越來越好 也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會引發更多的一個效應 我覺得這樣子 可以真的 讓我們一起來 努力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拋磚引玉 所以呢 不僅僅是對低手錄很棒 也對我們很多的一些 愛心人士愛心團體 也會能夠給他們更多的啟發 這次 就這次的活動 我們可以帶動 地方 一些藥心的因素 可以來參與 這個報酬 來報酬這個活動 我從頭到尾 專程來參與 並且 我也來支援兩台火車 來載這個五萬斤的白米 一直同樣很多志工 來參與這個活動 我們一起參與 進行 封魑